这里有平静淡泊 古老质朴的海岛 这里布满了临寻怪石和崎岖的山崖 千姿百态的钟乳石 构筑成梦幻般的迷宫 沿江喷涌的火山 彰显着大自然的威力 未曾开发的土地 孕育了奇异的生命 荒野里的古城遗址 为昆虫带来庇护 野马在草木繁茂的高原上 自由生长 鸟儿飞到烟火弥漫的农田里 寻找美食 萨丁岛 西西里岛 宛如地中海上的明珠 正在演绎生命的奇迹 意大利坐落在欧洲南部 从南端的西西里岛 到北部的阿尔卑斯山峰 构成一道道壮丽的景致 意大利有无数的自然奇观 无穷的奥秘和强大的自然力量 他时刻都在演绎奇迹 培育出狂放不羁的神力 传说大自然创造了世界之后 将剩余的几块石头扔进了大海 放在合适的位置 并且加以美好的点缀 于是创造了萨丁岛 错落在地中海中的萨丁岛 是由花岗岩和片岩组成的世界 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说 它比意大利的其他地区 要古老得多 巨大的峡谷 犹如萨丁岛上的伤疤 让我们想到它动荡的奇缘 岛上大多是岩石地貌 土地贫瘠 因此保存了独特的自然景观 比如吉亚拉吉斯图里高地 实际上这是一片台地 这里最出名的动物居民是野马 其实它们是加马逃逸到野外的后代 但真正的起源尚不明确 有人认为它们是公元前九世纪 由菲尼基人带到萨丁岛的 这些马如同天生的园艺师 用牙齿控制着萌生的灌木丛 把草地修剪得整整齐齐 小马鞠在野外长大 数公里之内没有人烟 更没有马鞠 马鞠很容易找到玩伴 因为它们生活在一个由六百匹野马 组成的小群体中 领头的母马要守护骗马 把它的配偶们聚集在一起 附近的射鼠一家想要放松一下 这些野马秉性善良 但它们对这些缩成一团的鼠类 似乎不屑一顾 大雨过后 雨水在岩石表面形成了水池 生活在这座干燥的岛屿上的许多动物 都被这些水池所吸引 野马也要喝水 天气炎热时 它们每天需要喝五十升以上的水 这只年轻的白骨顶 不再靠父母喂食 它必须自己寻找食物 射鼠与河梨有明显的区别 射鼠长着圆形的尾巴 河梨的尾巴是扁平的 河梨用树枝搭建巢穴 而射鼠则是用水生植物煮巢 射鼠必须定期清理皮毛 它们每平方厘米的皮肤上 有一万六千根毛 密度是人类头发的八十倍 射鼠其实不是鼠科动物 而是属于苍鼠科的一种田鼠 它起源于南美洲 现在它们几乎在整个欧洲都有分布 生活在高原上的野马 大多以植物为食 它们也会吃水草 射鼠也是严格的素食者 而冠更喜欢捕食大量的蛙类 吉亚拉马是撒丁岛独有的品种 其他地方都见不到这种马 过去小马鞠在妈妈身边生活大约一年 然后就要开始帮助农民种地了 现在已是机械化时代 它们可以在杰斯图里高地 尽情地玩耍一整年 五亿年前 撒丁岛就已经形成 现在四分之三的岛屿土地 仍然是由那个时期的岩石构成的 撒丁岛多样的地貌融合了多种自然元素 因此又被称为小大陆 滴派地带大多草木繁茂 成为石横最理想的气息地 它喜欢将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 石横的体型和鸡差不多大 它的配偶已经离潮 它想替雌鸟服乱 它的卵的伪装色与地面浑然一提 石横已进入繁殖期 简短的问候仪式 有助于增进它们之间的情谊 石横十刻都保持警惕 确保身边没有潜伏的天敌 绝不暴露隐藏卵的地点 这两只石横轮流浮乱 大约四周后 幼鸟就会孵化出壳 沙丁岛人口稀少 每平方公里大约只有六十五名居民 野猪愿意待在无人居住的地方 由于岛上没有更大的捕食者 因此它们几乎可以无障碍地大量繁殖 几头母猪同时产载 然后共同抚育一群小猪 这里成了一座不被打扰的幼儿园 它们从小就开始练习挖掘 由于岛上有大量自由开发的土地 野猪的挖掘习性 通常不会与沙丁岛的居民发生冲突 沙丁岛的部分地区 以及意大利本土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都是两亿年前由石灰岩形成的 那时地中海一直延伸到阿尔卑斯山脉 数百万年来 雨水溶解了多孔的石灰岩 形成了巨大的溶洞 意大利境内有数千个石灰岩洞穴 它们形成了一个地下网络 这个迷人的地下王国 直到最近才被人们发现 弗拉萨斯溶洞群 是世界上最大的石灰岩洞穴群之一 这个庞大的洞穴群长30公里 最高处达240米 直到197年 人类才第一次涉足这些洞穴 地下溶洞的形成是基于一种化学反应 水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形成碳酸 遇到石灰岩之后会形成碳酸钙 在水蒸发温度变化或下滴的时候 水的饱和度发生变化 分解出碳酸钙 形成了石损和石柱 石灰岩在洞穴中沉积 在水滴落地的地点形成了石损 水从洞顶向下滴落时 形成了钟如石 随着沉积物不断积累 上下的沉积相互连接 最终形成了石柱 这些溶洞里通常是一片漆黑 有些动物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比如蝙蝠 意大利地下洞穴中的蝙蝠数量 比欧洲任何地方都要多 比如米式菊头斧和马格里布鼠尔斧 其中还有数千只蝙蝠组成的庞大群体 到了傍晚 蝙蝠纷纷出洞 外出不识 在飞行中 它们不断地发出超声波信号 利用回声精确定位 直到天亮时 它们才会返回到洞穴中 西西离岛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 它坐落在地中海的正中央 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最高最活跃的火山 自古以来就受到人类的敬畏和崇拜 在两千五百多年前 希腊人就在西西离岛建造了宏伟的建筑 其中一些遗址至今保存完好 位于西西离岛南岸的塞里农特 是一座繁荣的古城 这里曾经有八座寺庙 公元前409年被迦太基人摧毁 后来由希腊库萨人重建 据说在一千五百年前的一次大地震中 再次被彻底摧毁 对于地中海壁虎一类的小型爬行动物来说 这片废墟是理想的家园 这里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无数的藏身之所 还有理想的阳台 如今这座寺庙遗址还在大兴土目 但也是小规模的施工 这些避蜂用唾液混合残留的泥沙 建造新的水壶状的潮 这些野生避蜂在蜂巢中装满了花粉和花蜜 并在里面产卵 然后幼虫就会在食物充足的蜂巢中孵化 但是避蜂的计划并非总能成功 这只蜂巢里蜂蜴知道 怎样才能从蜂巢中获得高能量的混合食物 蜂蜴和避蜂一直在赛跑 那么是避蜂收集到充足的花粉 迅速产卵 修好并且封闭自己的巢 还是蜥蜴领先一步 极略以空呢 西西里岛明媚的春光文明侠儿 岛上的火山土壤十分肥沃 每年春天整个岛屿繁华似锦 充满升级 北方鲜花盛开的季节 南方却在经受西西里岛阳光的炙烤 蓝熏佛法僧 结束了在非洲南部的月灯生活 刚刚返回到这里 它们已经开始组建家庭 熊鸟为了献殷勤 给雌鸟送上一只昆虫 作为结婚礼物 显然这是雌鸟最喜爱的礼物 并不是每次捕获的食物 都要送给它的配偶 熊鸟自己也要保持体力 但是要想真正得到对方的认可 只送一次礼物是不够的 看来它们彼此已经产生好感 这就为它们共度这个夏天 打下了基础 这对鸟儿很快就会结合 一起捕予后代 最初西西离岛森林冒运 近几百年来 由于发展造船业和开垢土地 大部分树木都被砍伐 许多被采伐的地区 形成了名为马鸡的长绿硬叶灌丛 这是地中海地区的一种特色植物 也是山羊的主要食物 饲养山羊在西西离岛十分普遍 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仿木的痕迹 与绵羊不同 山羊主要以植物的枝叶为食 看到未来要照看的羊群 小狗显得有些疑虑 牧羊人来要那多还要教它学习很多东西 西西离岛的居民已经不再靠 释养山羊为生 如今山羊的作用是保护这座海岛的自然景观 通过不断的仿木 可以防止植物的过度生长 山羊不必害怕豹文锦蛇 它没有毒也不会在山羊身边捕猎 这种蛇特别擅长爬树 红背薄牢最好小心地方 蛇用它的舌头嗅到了鸟儿的气味 但是这只鸟儿也不会轻易地被蛇捉住 西西离岛四分之三的土地已被开垦 与沿海不同 干旱的内陆地区不宜发展集约型农业 农田里的野生动物有领艳横 这种鸟在非洲草原上生活 通常不会在欧洲南部繁殖 但它们会来到距离非洲 只有一百五十公里的西西离岛 这些鸟很紧张 它们发现了一些黄爪损 为了不被黄爪损发现自己的潮 领艳横决定离开 领艳横的卵在农田里很难被发现 科学家认为黄爪损的食物 百分之九十都是昆虫 而领艳横还是不愿意去冒这个险 离开是明智的决定 这只黄爪损可以证明 它的食物确实百分之九十都是昆虫 不过这一次它的确在吃一只老鼠 黄爪损的目的地是一个废弃的农场 熊鸟的头上长着灰色羽毛 这是区别于雌鸟的标志 这只黄爪损带着猎物而来 说明它要服务于后代 这些群居的鸟儿聚集在一起繁殖 被废弃的旧房屋 为喜欢待在岩石上的鸟儿 提供了绝佳的筑巢地 一些幼鸟已经语意丰满 而另一些仍然是毛茸茸的雏鸟 许多幼鸟已经在独自探险了 佛法僧也在这里找到了住所 不然他们会在树洞或岩洞中繁殖 不远处 一些农民正在焚烧收获后的结干 以便改善土壤的质量 就像街道命令一样 旧房屋里的鸟儿开始行动 从大火中跑出来的老鼠 爬行动物和昆虫 为鸟儿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黄爪笋在空中盘旋寻找猎物 它们能忍受那些烟雾 真不简单 几只罐潜伏在庄稼地旁边 等待从大火中逃离出来的动物 用传统的耕种方式发展农业 使黄爪笋受益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它们的数量减少到不止五千只 原因之一是人类使用杀虫机 如今尤其是在意大利 它们的数量越来越多 佛法僧的情况也在好转 在西西里岛一北四十公里的大海上 有七座岛屿 它们组成了利帕里群岛 斯特隆伯利岛位于群岛东侧 这座与岛屿同名的火山依然火跃 经常使周围的海水沸腾 从海底冒出的火山追高达了三千米 自古以来 它就像一个海洋中的火炬 为海员们导航 其实它时刻都会喷发 在发生大规模喷发时 熔岩会流进大海 目前只是沿着无人居住的山坡流淌 然而这座火山岛曾经多次被疏散 在西西里岛沿岸的海床下 两块大路发生碰撞 三十公里厚的非洲板块 插入欧洲板块的下方 造成的挤压和裂缝 经常导致海床震动 从斯特隆伯利到埃特纳 随时都可能爆裂喷出岩漿 岛屿火山充分说明 我们的星球在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地貌 尽管缓慢 但是确定无疑 在真正意义上 意大利的未来 取决于地下的运动状况